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男嘉宾 看年轻时候的照片像孙宏蕾大明星 现在这也是一身的英气 让人看了特别有安全感 那是老嘉宾 但今天来当然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 我们今天第一位女嘉宾会是谁 您可以揭晓了 想好了吧 想好了 来 告诉我们 4号 4号女嘉宾 来 咱们看一下大屏幕 看看我们4号女嘉宾的老照片 这个白白胖胖的 感觉像羊娃娃 直接说放肤 你比较适合我们叔叔 她那个女嘉宾 应该年轻时候挺漂亮的 是 感觉 气色挺好的 我们女嘉宾 这年轻时候的样子 真的是挺可爱的 挺可人的 现在经过岁月的打磨之后 咱阿姨变啥样了呢 我们有请4号女嘉宾闪亮登场 我是分婚伙伙的大女人 也是一世一家的小女人 我是来自锦州的包玉霞 今天还特意打扮了一下 这是戴着 穿金戴银的 趁大水碎啊 天哪 不是假的 我们不跟你借钱 就平常喜欢打扮自己是吧 我挺爱穿的 就是挺爱干净自己的 是不是这个跟您的这个事业也是有关系的 平常需要接人带物 要出去去谈事的 对对对 平常就上职场 来咱们也通过一段短片 走进我们女嘉宾的生活 让咱们认识一下 咱们女嘉宾还有另外一面 来 看看大牌 19957号包女士56岁 锦州人丧偶 社保退休 有住房 女儿已婚独立 我是农村出身的人 从小就懂得要过好日子 必须得努力付出 做过采访 后来呢我们家养大车 在后来的话 因为车卖了 我就做了一个家政 开了一个家政服务公司 30年的辛苦劳动 让我如今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现在你就说有退休了 在家还待着也没啥意思 完我就兼职给一个大专院校 做了一个招生的老师 收入你也比较可观 虽然到了退休的年龄 我依然没有闲下来 那我要求不高 就是说找一个人 对诚实可信 互相理解 相互包容的一个人 就说我们走完后半生 我期待着那个温暖的小家 那个幸福的晚年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阿姨啊 我发现个事啊 现在这个挣钱的买买全让你干了 是吧 走在时尚最前沿呢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 家庭条件不是不好吗 因为咱们现在退休之后 还年轻还能干 就想着就是说 现在挣钱嘛 并不是说我要挣多少钱 就是我的理想 但是就是要是 如果要给家一待的情况下吧 就已经跟社会脱轨了 所以说呢 我就跟我这个来 就是我那个姐姐 陪你来的朋友 我们一起啊 就是说做起一个事儿的 这女嘉宾胜天灵人 因为她是也行的嘛 但这个男嘉宾嘛 一看见她就是 怎么说呢 没什么太大自信 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人的这个精气神在哪里 就是她有精神的寄托 能想到那儿 这是一方面 关键是能够实施 能够做到那儿 这才是真本事 我们阿姨这么厉害 叔叔你这压力又大了吧 是 那咋整啊 慢慢闹呗 慢慢闹呗 发现啊 咱四号女嘉宾 虽然说看起来有点厉害了 厉害在哪呢 不是说性格厉害 是这人啊 有内涵有内容 是个宝藏 你还得挖叔叔 对对对 使劲挖 是